迈入第七年的社区影像故事记录课程 今年度以台北社咪咪为主题 报名参加的学员在经过六个月的培训 总共完成了18部的社区记录片 并且从即日起到11月22号 在社区巡回播放 由台北市政府推动的社区故事影像记录课程 今年以台北社咪咪为主题 吸引了将近100位 对于社区影像记录有兴趣的素人报名参加 经过六个月的培训课程 完成了18部的社区影像记录片 我们在这个都市里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这些故事呢 其实也许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在这个台北的城市的发展里面 有一群人默默地在努力 默默地来为这个城市的发展 为城市的保护来尽一份心力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些故事 来分享给大家 无非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 能够关心我们的艺术 我们也非常欢迎未来 也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 我们的影像记录 作品当中有像是南机场幸福食物银行 赤峰街艺术社区等 记录社区发展的题材 还有以身心障碍为议题的作品 而其中阳光下的彩虹 更是以同志为拍摄主题 那时候即使有女朋友也会觉得 爱着女朋友可能以后会结婚 会跟别的男人 对对对 我这次主要拍摄的主题是 阳光下的彩虹 这其实是一个关注台湾 同志家庭里头小孩的一个故事 那很重要的是很多影片 我们都看到关注的是同志这个族群 可是却没有人去看到 同志家庭里面的小孩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处境 什么样的样貌 那我们希望藉由这个片子让社会大众 让社区更了解这样的家庭 拍摄过程当中还会安排陪伴导演 除了教导学员摄影与剪接技巧之外 也会指引素人导演影片拍摄的方向 其实陪伴导演的工作就很像是一个 影片里面的保姆 那这个保姆的角色就是当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或者是说在一开始厘清主题方向 到后面制作的时候有制作上的问题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随时就是跟他们进行他们影片的讨论 台北社秘密影展总共18部社区纪录片 从即日起到11月22号将会在各社区进行巡回播放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活动官网 或者是拨打洽询专线了解影展播映讯息 中家台北新闻领袭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唇 杨茜茜茜茜茜 谢谢观看